说美国人研究那个婴儿潮一批人 就是从五十年代打仗回来的上百万大兵 同一时间结婚 同一时间生孩子 就是一大批上百万的孩子出生 父母亲经历过战争的生死攸关 对他的下一代是放纵的 我其实也在思考 就是这一批中国的孩子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变化 不知道 您觉得呢 我们现在比如本能的去评估一下 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很难预测 我们深刻意识到的大形势 大局势 大环境的影响 永远超过个人 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都是时代的产物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Michael Baum 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中国的心理学 其实永远是社会心理学 美国的心理学永远是临床心理学 就美国人的心理学的一辈子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我自己的烦恼 我为什么这么烦 中国人一辈子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适应 社会成长 社会成功 像您最近做的最重要调查是什么调查 我们就是做了两个大规模的调查 第一个调查就是和新华社去年11月份完成30万人的调查 那么今年2月份3月份我们又完成了一个三四万人 主要还是围绕这个人心态情绪还有积极品质 有初步的结果吗 比如说这个中国人群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叫做中产阶级不高兴 就是总共的这个社会情绪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个就对家庭的关注 开始讨论关心家庭如何去维护啊 家庭关系如何去改善呢 去年在那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孩子们的那个心理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学习为动力 生命无意义感 然后对这个社交上市了能力 而且在最近的几个月可能这种情绪变得越来越 还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对 失控 这等于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快的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 舆论的情绪 就是这种情绪的感染性确实挺大的 所以说社交媒体网络世界的一些工具的特性 现在开始变成我们生活的特性 它会造成什么样一种人格呢 一种心理心理心理状况呢 上市这个自主 现在很多人是被人赶着被人驱使着被外界期望着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从众 然后甚至会造成一种心理疾病 我们把它叫做Fermal 就把自己过多的精力花在迎合社会的需求上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概意识到这种极端的自信 封闭带来的自信 封闭带来一种盲目的自信 永远认为自己没错 从而上市自己的谦卑 然后呢还是这种人际的疏离 就是这个就人际关系不重要了 以前我们人类需要找人聊天 对吧 谈恋爱需要找对象去追求 还得收装打扮 还得文雅修饰自己 对吧因为叫做Court就是要追追这个异性 现在在网络世界里头 你都不追了对吧 你你从甚至不要一秒钟 你就可以看到裸体 你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 这个对我们人类伤害还是很大的 就是即刻的满足 Instagram 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他就没有这个进步的动力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性的冲动 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有行业都是吧 都是一样 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创造精神 可能会丧失 有个现象你知道叫做Z世代吗 Z世代 Z世代就是在1996年之后出生的 他们的世界就完全是社交媒体的世界 这些孩子的自杀力 抑郁症 都要比别的孩子要高 而且他们的社会经历要比别的孩子少 年轻少女 我们最娇贵的花朵 在社交媒体上 晒自己的照片 晒自己的生活 那一堆无聊的人就在攻击呀 所以你看韩国现在很明显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基本上没有不受到语言攻击 网络攻击的 所以他们自杀力特别高 所以这种verbal violence 其实他的这种伤害性不可低估的 不可低估 我们老以为船头打人伤人 其实最伤人的是心理的伤害 你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 又是往往恶意的 所以对这些孩子们的伤害 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过去我们去读一本书 我们跟那个男女主任公去游历 看个电影 听个音乐 就都是在虚拟世界里 那这一次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 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虚拟世界到底跟之前的又是什么 小说作品是这个作者给我们构建的 现在虚拟世界是你自己构建的 作者他起码有智慧 有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思想家 还有哲学家 心理学家 包括电影文学作品 在讲就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装身梦叠 对 那么我是在梦中的 还是在叠的这个梦中 但是最终世界的所有的真实 最终都是心理真实 对 就比如我们都可以成为南科 我们带一个头盔就进入南科的世界 那个黄粱一梦不断的做 对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梦 这个梦 问题就是说你选择相信什么 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来 因为这个黄粱一梦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限制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一群人 那么这一群人肯定就需要有一个 共同的黄粱一梦 最容易建成的呢 还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他如果在虚拟世界 他也是一种巨大的真实 那可能现实生活中 反而对他来说不真实了 大概是从这个2004年开始 美国加州大学 圣特巴巴拉分校的一个教授 马斯洛维奇就开始研究虚拟心理学 他发现就是人 其实在虚拟世界里头 可以选择很多的身份 但是有一个身份 他很难辨 是什么呢 是他的taste 是他的这个味觉 就是他的现实世界 爱歌咖啡 到虚拟世界里头 你让他恨咖啡做不到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对 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我们的吃 我们的喝 我们的性爱 我们的味觉 嗅觉 嗅觉 听觉 触觉 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人的特别重要的心理本质 我就经常讲 你得摸摸自己 你的文文鲜花 你得看看漂亮的男孩女孩 这个时候你可能唤醒自己人性的感觉 要不然脑袋想康德 尼采 斯宾诺沙 最后你可能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所以说 世俗 可能也是我们人的高贵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基础 这个 真有意思 那我想问你 你看 你看我们描述中国人的时候 一方面中国人很实用 就是有一种实用的乐观 但同时每个中国人又有很多忧虑 我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 好吧 你拿出手机来 对着你的脸照张相 照张快照 不要连拍 也不要美颜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你的相 面相 对 这么直接 相由新生 好 我们发现 就是一个人 就特别快乐 特别幸福的时候 他有三个特点 第一 他这个嘴角肌 你往上仰 不是你这样往下 第二 他的颧骨肌往上提 不是你往下搭的 第三 他的眉毛 其实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往上仰 他的眉毛是一种弧形 关键是他眼角肌有 有这个皱纹 跃痕 如何去了解一个人的心情状况 就让他照张相 传到我们的后台 我们后台就马上 给你一个心情分析 这个方法 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edia Lab 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面部这个信息反馈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笑脸 快乐和他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般是不露声色 我们担心的事情太多 我们优越的心态多 另外就是我们攀比太重 为什么又这么实用的乐观呢 就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呢 教育其实一直是乐观主义的教育 从孔子开始 孔子不有鬼神 不有死亡 对吧 所以说这个文化 不担心看不见的力量 对 他一定是往这么走 但是你日常生活 又好像被无数看不见力量 所左右害怕 就是这就是一个矛盾 就是说我们没有学会 如何去分析 如何去理解 如何看得到那些 看不到的力量 没有 我们中国人永远是在优落之间徘徊 对吧 要不就是这个以物喜即悲 要不就是不以物喜 不以即悲 老是这个优落之间 不断的这个起伏跌宕 小说评论家 夏之清就批评中国20世纪小说家 就是说过分的赶食忧果 他认为他压抑了真正的创造 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力 对 你就发现这些西方的哲学家 西方的人文主义大师 艺术大师 他们基本上就是只曾经在自己的学术 业务中间 很少提倡入室的 把自己和这个社会分开 甚至可以叫做格格不入 他觉得才能成大智慧 但你看我们中国人 永远不要做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对吧 你一定要和社会 格格不入是创造力的来源 我觉得格格不入是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物的规律 你参与进去 你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偏见 就像这个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 那么你要是用一个工具 去测量这个微观世界 你这个工具本身就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 它永远测不准 我现在跟您这两次聊完之后 我就对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 这个文化最后到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心 您刚才说中国就是您的细节 那是一个差别最大的事实 嗯 内外因 就是西方人他真的相信有一种事情叫做本质 真的认为坏人有这个坏的本质 嗯 这个坏的本质是可以遗传 可以感染 可以渗透 我们中国人不太相信本质 中国人还是强调 呃 非本质论的这种情境呢 环境呢 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差异 嗯 邪恶这个这个概念 咱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们当年做的研究 就是因为这个卢刚杀人 嗯 就是我北京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 物理系的一个同学 记得记得 很轰动 你认识卢刚啊 很轰动啊 为什么认识卢刚 嗯 83年 他要到美国留学 想找对象 然后他就跑到心理系找我 他说这个老鹏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找我太太 我们促和了一个 他 我太太的石友 这个两人谈了两三个月 嗯 分手了 后来这个女孩儿嫁给卢刚的同学 哇 你看很巧啊 这1991年的11月2日 哇 我当时打开电视一看 正好就是播卢刚杀人 他打死了五个教授 而且四个是提名诺贝尔奖 把这个爱华物理系打回到石器时代 所以我当时 感慨 就是如果当年那个女孩跟他结婚啊 卢刚就不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然后我的那些美国老师 Nisbet 嗯 他听到这个故事 第一句话就是 真的为你太太的死有高兴 哎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说如果他嫁给卢刚的话 他今天也会死在卢刚的腔下 嗯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叫做反事实思维 我们就做研究啊 就是在中国找了一批人 美国找了一批人 询问 假设卢刚在中国会不会杀人 假设卢刚接了婚会不会杀人 中国认为不会 美国人认为会 为什么 他是个坏人啊 嗯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evil就是有本质的存在 有本质 嗯 后来这篇文章 呃 送的那个杂志叫JPSP 叫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那编辑很厉害 但他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卢刚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解释卢刚杀人是受环境影响 是不是面子观念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坏事啊 是是是 我们怪环境 对吧 我迟到了 是交通堵塞 不是我自己懒 那怎么办呢 特巧 一个月之后 一个美国人跳出来 打死了五个人 嗯 一模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 哎 立马把这个美国人的故事 嗯 给中国人看 就假设这个Michael Wan 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有孩子会不会杀人 中国认为不会 说明什么 不是面子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嗯 对 这个研究 一下子就震惊美国世界啊 其实在94年发了那篇文章之后啊 我有一个机会 就是去做高管 嗯 我就很兴奋 我就找 你说的 我说你给我写个推荐信 紧尼斯贝德 脱了好 让人先不给 我就急了呀 我说人家那个 要我马上答应呢 紧尼斯贝德把我叫到他的那个屋里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花园里 他一个小花园 嗯 然后在那边 然后坐下来两人喝喝喝啤酒 嗯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他说上帝派我们人到地区上 是有目的的 嗯 我当时就不以为然 我不信教嘛 我说有点过了 他说你想过没有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教授 嗯 你是一个中国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中国人 嗯 结果我们在密西根安阿布这边来合作 而且我们做出了这么优秀的论文 嗯 他说你的使命就是要做心理学 这么一说搞得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真的应该 老老实实做学问 嗯 不过有时候也在后悔 人家也不是后悔 再幻想一下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 那当时2008年 决定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内外因的交互作用 就是中国等于变化 我在美国我都知道我将来会干什么 守着退休金 带着老婆周游世界 然后写书历书 看到自己3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其实挺恐怖的 嗯 我到中国来 我永远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历史的关头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后来召集回国 去做一些工作的原因 觉得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变迁 错过了巨大的变迁 不是因为说我多么了不起 是我没有去参与 没有去见证 没有去推动 嗯 我觉得有点 有点内疚吧 而且也是第一个 也是第一个 因为我创建了这个戏 就即使这个戏搞得不好 将来清华历史上还是有 对吧 第一任系主任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 我对您更小的时候的成长经历 我好像基本上没有找不着 小时候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没有期待 因为没有大学了 对吧 就是准备 准备相生相的 被子啊 入子啊 这个扁担啊 都准备好了 因为踩过点了 都知道那个 都是我们这些教师的孩子在那地方 种田啊 赚公分啊 但是后来 所以人命运本来是那个样子的 对 什么时候知道高考要恢复了 可以考到 77年吧 77年 77年 那时候我还在初中念书 嗯 我记得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 有一天下午办完这个板报之后 回家的路上 结果从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里头 飘过来一段特别优雅的音乐 当时我就弄住了 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啊 就是真是天类之音 然后这个人命广播电台播音员说 嗯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 斯特劳斯的溜冰原舞曲 嗯 当时在我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还有斯特劳斯 嗯 还有原舞曲 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 一个少年 然后突然听到斯特劳斯 对 那种 斯特劳斯到了悦养 等于声音是您感觉到时代变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我们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震撼 然后后来就 开放了 改革开放 该读书的时候大学开门了 确实我们这代人很走运 但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是这个教育部 在1978年才批准成立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系 嗯 我都没听说 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心理学 我是报的是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 是希望研究地震 我也问过赵森办 赵森老师 他们说因为你写了一句话 愿意服从国家分配 所以国家心理系没人报 就把你分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 我这个学习 就是立开尔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对 我们中学的老师 听说我被北大心理学录取 都要流眼泪了 觉得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前途被摧毁了呀 对吧 心理学是 大家真的是瞧不起的 天然化的 上学的时候 我对面就是心理学系的学生嘛 我就说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呢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呢 很容易混过去感觉 是 因为确实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培养计划 也不知道一个学科定义 所以我们那一年其实很惨的 我们什么课都学了 有计划学 高等数学 还有这个高等物理学 甚至无线电 我们的老师 他就说你们学心理学 早了20年 有同学就说为什么呀 他说中国人现在 还在为温饱而奋斗 心理学是个调味品 它不是个必须品 所以我们不需要 三年级开始 我们就开始变了 就开始教社会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精神分析 真正的心理学的学科 才知道这个心理学 不是那种科学的一种 抽象的概念 其实这也是我 为什么后来去美国 要读个博士 受一个科班训练 如果从一个心理学 视角来看 该怎么去描述 80年代那样的 我觉得80年代 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躁动 他有一种舍弃一介 往前跑的这种精神 但他又是一个 经过创伤之后的一个时代 对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 今天发现 就是说很多这个 青春期的问题 它也包括童年的一些 伤害一些影响 而这影响呢 应该是潜移默化 在我们的文化的潜意识里头 比如说 这代人受过巨大的一个创伤 这代人体验过 极其的很大的力量 一个社会 它怎么传递这些东西呢 这就是心理学发现 让我们沮丧的地方 就是这种 传承下来的 不是时代的 这个 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 就是时代精神很难传 传承下来的是文化 几千年没有变的这个文化基因 时代精神 它就是一代人 三十年 一代 换一代 所以 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得到 我们无法去 向下一代的人告诉我 他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 他是要叛逆的 而且他们 对 他们是要反叛你 他们你越这样 我越要反过来 代沟啊 永远存在的 我都不指望 就是把我们八十年代那种 青春勃发的 开放思想 告诉下一代 他们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担心 下一代会受我们的影响 这点什么时候 您比较明确的意识到 我说这几年 我刚回国的时候 还充满了理想度 要推动各种 推动各种 对 我觉得我可以影响下一代 让他们更加 继承我们的这种思想传统 对吧 虽然我的影响还在 大家也尊重我 对吧 我讲学术 大家肯定是听的 但我讲这些人生道理 其实已经对下一代 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也不能说没有任何 就是说有限 有限 那有凑败感吗 没有 我现在有一种超然感觉 所以你心里 没有高下之分 我觉得没有 那并不觉得 有的一代人 他们更 包括勇敢 理想主义 更有创建 有的一代就更平常 咱们老一代的 那些革命先烈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就他们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 做我们的事情 下一代做下一代的事情 这个时代精神 是已经被 很严格的证实了 但是呢 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时代精神 就会被铭记得更远 更远 有一些时代精神 可能会慢慢地成为 这个民主的精神 或者文化的精神 但是 也不要高估 我这个人其实不太想讲这个知识是全授的 我特别相信 我特别相信知识是创造的 谁创造的 你创造的 不是我创造的 师徒相承 那是守工业社会 师父叫徒弟 怎么说事情 现代大学 其实是我们共同创造 智慧和知识 这就是亚历斯多德的名言 真理永远是思想碰撞的产物 同时呢 毕竟是一个大学的课程 所以说它有一些评估啊 它有些作业啊 它有些考核啊 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考核的一些内容啊 方式啊 不合你的口味啊 你就可以退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课程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模块呢 讲到这 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 介绍一下社会心理学的历史 它的理论的框架 帮助我们同学 有一个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的脚 去思考我们社会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课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回到年轻时候 有哪些学术领袖 他们的思维对你 会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刺激 或者是一种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社会心理学那些学者 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一个 Kurt Lubin 是犹太人 在德国受迫害 逃到美国去 创建团体动力学 就是人如何受到团体的影响 社会的影响 他把一个物理学的概念 长 就group dynamic group dynamic 他用了很多场的理论 现在发现 我们就生活在社会场 我们无时不刻地受到各种能量 社会环境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的这个学术观点对我印象很大 第二个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Richard Nisbet 他就发现就是人的思维的主观性 才是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 就同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差异性多元性 因为这本身就是社会的本质 也是人活着的快乐的地方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萨里格曼 积极心理学家 所以他的一些思想观点 相信人心向善 人的积极的心理力量 一定会战胜邪恶的 龌龊的 庸俗的 消极的心理力量 比如我们粗略来讲 您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来重新看 过去比如40年中国这种变化 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概念 可能有点粗暴的方式来 讲述这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心理的变化 有点像一个人的成长 就是说青春期总是躁动的 总是开放的 总是充满希望的 所以80年代 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躁动的青年 这种青春勃发的心态 到了90年代 就开始出现一种自信 开放 中国可以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中国处于一个方向在那 前进的目标在哪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有点把握不了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 我得成熟成长 我们也不那么亢奋 尤其不要那么愤怒 我看日本那些新的那些年轻人看那些剧 就每个人都很习惯在一个小 自己的小生活里面了 现在的最流行的爱是一种自爱 就特别爱自己 就是我怕浪费点东西给你别人 同时可能又经过疫情 我觉得大家又会自我收缩 怎么去重建人和人更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始终相信就是这种社会天性 是人类的本能 是一定要跟别人建立联系的 这毛病上都不需要我们心理学校在那指指点点 提什么建议 现在老百姓最烦专家提建议 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本能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撤消 各种影响我们交往的条件 把这个翻篱给它拆了 给它打开 所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代人是有些意见的 就是说我们得好好的做点实实在在 对下一代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psychology怎么翻译 其实是王国伟先生定义的 心理这词是王国伟翻译的 是王国伟翻译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领学 他觉得就是说研究物理世界有物理 研究心理世界有心理 在王国伟之前也有中国人翻译过心理学 翻译成灵学 为什么 Psyche在希腊语里都是灵魂 按照这个意思把它翻译成灵魂学 或者叫灵学 显然灵学也没法在中国社会生成下来 然后走到那个地方 就是王国伟的他们的教学 走到心理学的源起 所以这个心理学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自我发现的方法 蔡元培先生当年去德国学习的时候 他就要学心理学 所以他其实是跟这个心理学奠基人冯特上个课的 但是那个辛亥革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那个蔡元培先生就义无反顾 放弃了学术道路 开始走上政治的道路 而他们这一代人对心理的重视就是说 改变社会要从改变人心开始 这就是陈云确对吧 是王国伟 赵元培 梁启超 真是没想到心理学是从他们开始 从他们开始 对 正好是一百年前了 对对对对 是那个那个的二十年代 对 因为现在又是了 所以 从人心的变化开始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工作 赵元培他教的就是这个语言心理学 而这个梁启超教的是佛学心理学 王国伟呢教育心理学 你看他们都教心理学 所以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过程 对 真没想到他们三个是心理学的创建人 就回到心理学的最初开始 而且他是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 然后进入中国 其实也是中国人上一次非常强烈的精神危机的开始 就是你始终要相信 人是在任何情况下 即使是看起来如此失控或者无力的情况下 仍然有某种意外性 就是大家都愤怒的时候 我们当然理解这个愤怒 我们也可以欢笑啊 大家都欢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批判的 这东西应该始终并存的